- 股市任我贏操作我罪行 大家好我是任俊 那今天呢是礼拜五了 也是一个小周末 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加减股价指数呢 还是维持在过去这个 礼拜五都是一个下跌的状况 所以呢今天加减股价指数的部分呢 下跌了58点 它跌了58点哦 那其实指数的下跌 我觉得不是太重要啦 真的不是太重要 因为呢 今天上涨的加速 跟下跌的加速比较起来 涨的股票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呢 整体的多方趋势没有改变哦 它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要找对股票来去做布局的动作哦 那今天为什么会下跌 最主要呢 其实跟昨天啊 美国股市的回档 有很大的关系哦 我们先看哦 昨天道琼指数的部分呢 它下跌了225点哦 S&P它也跌了12点左右哦 但是呢 投资朋友要去注意的 并不是这个道琼指数的下跌 而是在纳斯达克的部分 它是收红的 它是收红的 所以呢 跌的叫做道琼 涨的叫做科技类股 甚至呢 昨天的费城半导体指数 昨天再创一个历史上的新高 再创一个历史上的新高 那为什么道琼会跌 最主要跟昨天公布的一些讯息 有很大的关系哦 美国的GDP 昨天公布出来爆跌了32.9% 哇 跌幅创下历史记录耶 好恐怖哦 跌了32.9% 这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大 大峰点的一个走势啊 那甚至呢 德国也是一样哦 上一季呢 它萎缩了将近10个percent 将近一成的幅度 超过一个10%的幅度哦 那你说看到这些利空 你要不要感到很害怕 其实我看到这些利空 我觉得是很兴奋的耶 我是感觉到非常开心的耶 因为这完全都在我们的预估当中 完全都在我们的预料之内啊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说 现在全球的景气 它都还在一个衰退的状况嘛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的一个状况 那台北股票市场 之所以创新高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能力 太强悍了 我们自己本身啊 我们的那种出口的外销数字 甚至整个这个企业的制成能力 其实都已经跟30年前 完全没有办法相比了 完全没有办法相比 那如果说没有武汉肺炎的话 其实没有任何的资金 国外的资金 不会看见到台湾 可是因为这一次武汉肺炎的关系 让全世界发现到说 台湾的股票真的太便宜了 所以很多的钱在进来啊 所以我们的新台币 一直不断的在创历史新高 一直不是历史新高 一直不断的在往上去做走升 如果不是央行在那边 一直守着守着守着 我们新台币早就已经怎样 涨到天上去了嘛 所以钱一直在往台湾移动 资金的流向会决定 未来行情的方向 台北股票市场创历史新高 只是刚好而已 只是刚开始而已 而且重点是你要习惯哦 你要习惯未来的12682 它是一个常态 它会是一个常态哦 那为什么我说台湾真的很强 因为当全世界都在面临一个 经济衰退的时候 结果我们的中研院 它下修了 它下修台湾今年的GDP 到哪里 到成长1.15% 到成长1.15% 美国跌了30%的GDP 德国跌了一成的GDP 结果我们台湾 下修OK下修 下修之后成长了1% 那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资金要来台湾了你知道吗 全世界找不到地方可以投资 当然一蜂拥而至全部都到台湾里面来 全部都到台湾来 所以为什么台湾的经济可以这么强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这个数字真的让我吓到了 外销订单创下有史以来最旺的6月 它创下有史以来最旺的6月 那创下有史以来最旺的6月 代表说我们的出口还在持续的成长 还在往上的去做成长 那成长的里面呢 包括了这个所谓的半导体高阶的制程 远距的商机 还有原物料的价格回升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的出口订单 持续往上做攀升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历史新高 它不是无稽之谈 它是有机之谈 而且还有很多的股票 它都还在相对低估的位置 当这些个股还没有喷出去之前 你都不需要看空 而且我告诉你有一个理由 这个看空 在这个地方风险性很大 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 待会我告诉你为什么 现在加权股价指数 我之前跟大家谈过 每一次遇到大力空的时候 它大概走了两年的多头 中间一定都会有回撤 它都会有回撤 可是整体的多方趋势 通常它要走两年的时间 才会做结束 包括金融海啸的部分 包括欧债危机 甚至2014-104年的出口衰退 到中美贸易大战 到武汉肺炎 所以这一次武汉肺炎 整体的多头才走了四个月而已 它才走了四个月 你告诉我说现在开始台股会崩盘 我实在是看不到 那个崩盘的原因在哪里 因为疫苗出来了吗 还没有嘛 甚至说我跟你讲说贵买指数 你现在看到 加权股价指数创历史新高 贵买现在连一半都还不到 现在连一半都还不到 所以你看到说贵买指数 这一段时间它看起来 好像涨很多对不对 涨很多哇这一段上来涨很多 但是你把时间拉长来看 未来还有很多很多可以涨 所以我说贵买指数拉回 最近不是拉出了一个连三红的走势了吗 跌下来有股票可以买 跌下来有机会可以去做布局 有机会可以去做布局的动作 尤其是有一个天大的利多 它还没有出来 这个利多还没有出来之前 我告诉你你做空 风险性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当这个东西一旦出来的时候 当这个疫苗一旦出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会不会产生一个 全面性喷出的走势 你想当初Moderna 疫苗告诉你说 它要进入三期临床实验 二期的数据非常漂亮的时候 美国股市大涨 美国股市就开始大涨 甚至带动纳斯达克创下历史新高 甚至带动费半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那只是二期哦 那只是二期哦 那重点是 如果三期的数据 再告诉你说 他们数据非常的好 甚至英国的 甚至德国的辉瑞药厂 他们的疫苗的数据 全部一个一个出来都告诉你说 他们的数据非常好的情况下 你认为股市会不会大涨 那你告诉我说 你现在去做空 你现在在这里去放空 你不觉得风险性很大吗 所以现在做空的理由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叫做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大家去看衰台湾的理由 因为我刚刚跟大家讲了 台股是因为我们本身 30年的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动能 在这么一次的武汉肺炎当中 整个爆发出来 所以才有办法带动我们的股市创下历史新高 那全球哦 经济都还在衰退的情况下哦 我们都已经可以这样子了哦 那假设大家原本的美国的GDP 从-30%开始变成正的 德国的GDP从-10%开始变成正的 那台湾的GDP呢 它会怎么样爆出来 它会怎么爆发出来 这样你了解了吗 所以利多会侧投利空 它会侧底 强势股你只要拉回正在买方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你的节奏掌握是正确的 其实未来啊 在这个疫苗研发出来之前 你只要掌握好 掌握好主流的方向 你就能够在股票市场当中 取得长期而稳健的正报酬 然后呢 等到这个疫苗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手上布局的标定 一旦全面性的喷出 那个就是赚大钱的机会 那个才是真正大钱来临的时候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地方去看空 看空的人 现在是因为他没有看到 未来的利多 怕既进行 人要先想三步 我们要先想 未来三个 三个起步 我们要怎么去做下棋的动作 所以呢 我认为台股 在这个地方 都还是超级低估的位置 甚至有很多的族群 有很多的个股 他现在只是没有资金在买而已 他现在只是缺乏了资金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但是一旦有资金来买 一旦有人开始去做布局 那以他的基本面来讲 以他的竞争优势来说 他现在的位阶 他就是低估的位置 所以不要觉得说台股涨多了 来到历史新高就是高点 那是因为你被过去的数字 所爱住了 所局限住了 12682说真的 他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他不代表任何的意义 因为真正的 会让你赚钱的 还是怎么去挑选主流 还是怎么样来去做低档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 春耕夏云秋收东长 逝者不思逝者五股不绝 你只要掌握到 春耕夏云秋收东长的操作节奏 你就能够在股票市场当中 取得长期有文件的正报酬 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继续再讲 运达同步一年仅一次 年终庆一加一超值活动 年终庆一加一超值活动 错过今年再等一年 刷则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鼓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大家好 欢迎回到股市任我赢的节目现场 我是任君 那我刚跟大家谈 大部分都是总体经济方面 所以我说你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要纠正你现在 会害怕的一个情绪 因为我必须把你拉回来 我只有把你把恐惧的情绪 拉回来之后 你才有办法走向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 你才有办法回到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面 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市场上的专家 整个想法上面 都已经偏向空方了 因为都被过去的12682 那个数字给束缚住了 但是对我而言 我只要掌握好节奏就好了 就连台积电一样啊 290块钱以下 你去买台积电的 你到今天为止 台积电就算他回档 他也在425块钱啊 是不是everybody 都总都贪钱啊 你跟着我买台积电的 哪一个人你赔钱的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所以呢 你要怎么操作 他有公式有方法啊 短线上的操作就是 GMB的操盘法则 资金的流向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 在哪里 均线他告诉我哪一个地方是买点 BIOS告诉我 他有没有过热的现象发生 尤其是量战三法的部分啊 资金的流向会决定未来行情的方向 股票是怎么会去 有人买就去啊 有人买他就会涨 没有人买的股票 就算他的基本面再强 就算他的基本面再好 都不会动 比方说3008的大立光 我就跟你讲了 现在的资金还没到他身上 所以他就不会动 他就不会动 2474的可乘 一样嘛 资金不在他这边 没当就是没当 不会动就是不会动 但是有人买的股票 就算他现在的EPS是负的 比如像说我之前 在昨天我跟大家讲了 7月27号的时候 聚集量法告诉我 光电产业开始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这个叫做春耕的萌芽 春天开始了 有人在这个地方 来去做耕种的动作 所以有一些个股跳起来了嘛 比如像说今天的部分 你看这个走势你就知道了 整理量出来 突破量出来 量占比从150来到12 这支股票已经有人在买了 越均线上扬的嘛 所以他的走势 是不是强于大盘 他的走势就是比这些 所谓的大力光 所谓的可乘 还要来得更强嘛 所以当你把资金先parking在这里 你昨天如果下去做parking的 今天是不是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今天是不是创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为什么他会创新高 是因为怎样 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买 同样的我不只说这一档 我说主力他们要做股票 他们是买一整串的公司 他不会只买一家 所以包括了这一个 3698的隆达有没有 这是当时也是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标的 今天一样创下新高 可是我跟你讲 昨天的时候他是不是在这里 他是不是在这里 那你看 3698的隆达 今天盘中差一点点 就要攻上亮灯涨停板 差一点就要攻上亮灯涨停了 所以你怎么低买怎么高卖 就很重要嘛 所以我说现在的钱 其实他都一直parking 他都一直不断的轮转轮动 你怎么样去做布局的动作 就很重要啦 就很重要啦 所以像这种标的 你有技术分析的能力 你知道说这个叫做量大高点 量大高点非高点 所以未来这个高点 他会被突破 量占比从200来到60 我说强势股拉回占买方 因为你买对了这个高点突破上来 你有钱可以赚 六级塔塔 所以今天你看这档标的 盘中是不是一样啊 创新高了对不对 一样创新高了嘛 那创新高之后 重点是他今天又是一个什么 量大高点啊 所以这些标的 其实早就已经有人 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你的资金一直parking 在不会动的股票 比如像说被动元件好了 2327的国具 好最近来到反弹 今天反弹上来嘛 重点是如果你的股票 现在已经来到了12682之上 结果你的股票还是走这样 那你觉得人家是在进货 还是在出货 那如果你早一点把这些股票 都做调节的动作 你其实一档接着一档 你早就已经把你过去的 损失给要回来了对不对 那我说为什么光电 他开始有人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因为这个东西嘛 三星他准备要推 mini LED的背光电视喔 300亿颗的晶片需求 将会由台湾跟中国的厂商 来去做供应 他们这两 我们台湾跟中国 会供应未来三星所有电视 他的LED的晶片 尤其是在mini LED 那三星早就已经把 LCD的产线全部都关掉了啦 他都把它卖给别人了 那他现在全力的去进攻 所谓的量子点的技术 这个量子点当中 就要跟未来的mini LED的电视 来去做配合 那你知道喔 三星去全世界 液晶电视最大的一个品牌 他是全世界最大品牌的厂商嘛 所以呢 他如果未来要用 所谓的mini LED的技术的时候 就会带动起整个显示器的 整个世代 开始做一个交替 他会做一个改变 所以这就是目前 为什么有人偷偷的 来去做布局的动作 他们已经悄悄的来去做布局 但是你千万不能够乱买 强势股 你一定要买在短线上弱势死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一定要跟上脚步来 春根夏云秋收冬场 每一个时节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必须要做对 那你一旦做错 真的 你没有赚大钱的机会 你就错失掉一个很大行情的机会 像那时候我们在做5G的时候 我就跟你讲了 未来5G是市场上的焦点 因为这一些股票有人在买 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的动作 对不对 所以4968的利基 量占比从300来到9 9代表说我已经是全市场前10名 的成交额最大的公司了 它已经是全市场前10大成交额的公司了 那你整理平台的突破 成交量大量它是风险 小量拉回它是买点 对不对 它是买点 所以当我看到它回档的时候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立即挂价245块钱买进 当时成交价位在233块钱 你可以去对时 你也可以去对价没有关系 你就看看当时我发出去的简讯 在哪里12点36分的时候 所以当时的成交价位在233块钱 都可以让你去做成交 对不对 所以立即开始245块钱创下新高 对不对 然后259块钱创下新高 甚至265块钱创下新高 7月24号来到285块钱 来到285块钱 一张价差52块 十张价差52万 价差来了 我们先获利了结一半 我说为什么要卖一半 因为它来到一个相对高档的区域 BIAS创下新高的时候 279元 市价出掉一半的筹码 最高点来到287块钱 所以everybody你通通可以卖得掉 你通通可以卖得掉 当我卖完了之后 他就开始做回撤了 连续两天的回档 连续两天的回档 再回撤到月均线的位置点上面 你高档有出52块钱的获利 你先把它纳入口袋里面 强势股拉回 你要怎么操作 要站在买方都可以 你已经卖了 我已经先把要赚的钱 我都先赚起来 那你现在看 原本233块买的 到今天来到269块钱 我原本的二分之一的部位 我到现在为止 everybody都赚钱 更何况我在高档先出了一趟 先把这个52块钱的价差 先把它纳到口袋里面 我先把它获利了结一趟 我自然而然 我怎么操作 我的向下空间有限 向上获利自然会无穷大 这就是我的操作原则 这就是我的操作方法 GMB的操盘法则 我不带你去做追价的动作 强势股 买短线上弱势时 找到现在有人在买的股票 买在均线 准备要上扬的时候 然后呢 不然还是创新高 我先获利了结 等到未来拉回的时候 回撤均线 我再去做布局 这个就是节奏 这个就是方法 所以当你有节奏 有方法的时候 你在做钩票 你的胜率 会拉得非常非常的高 你就不会每天 看到三个Q有没有 今天涨可乘就去追可乘 今天涨被动原件 就去追被动原件 那每一次哦 你都知道说 追价会亏损 追价会遇到伤害 可是你却控制不了 自己那个追价的欲望 我很了解啊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已经把我的公式跟方法 都做了很大幅度的调整之后 我发现到最好的操作 叫做GMB操判法则 所以我的会员朋友 他们跟着我的脚步 很放心嘛 很安全嘛 所以呢 包括这些股票都是一样啊 当时我就告诉你说 未来的资金流向 有没有 聚集量法告诉我 现在你要注意的 叫做台积电的大联盟 有一些个股 有一些个股 已经慢慢的开始做启动了 包括特殊气息的部分 这支三福化工 我说真的 我没有跟你讲之前 你连他做什么的都不知道 但是呢 当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了解说 原来他有这么强的竞争力 原来他已经切入到 台积电的供应链里面了嘛 甚至这一档标题也是一样啊 我说圣一对不对 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所以你的买点 如果跟我一样 在滴滴的位置点上面 105.5元市价买进 105元成交 如果你都成交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那你到现在为止啊 1773 我认为 他快发动了 今天来到113块 今天来到113块 你everybody 你在105块钱买的 你现在都贪钱 那重点是 你注意一下 这个叫做扣底值的位置 扣底值 现在还在扣底高值 但是一旦他往下扣底低值的时候 下弯的均线 他要转回上扬 他一旦往上去做转回上扬的时候 那你就看他怎么涨 你就看他怎么动了 所以呢操作一定要有公式 要有方法 你真的抓不到节奏 你也没有办法做到 仰镖股赚行情的 买起涨不追涨的 你都做不到的话 那我建议你跟上我的脚步来 跟上我的脚步来 现在公司呢 推出优惠年中性 1加1超值活动 抢时间抢行情 在疫苗研发出来之前 我们要先把我们手上的资金 都做好布局的动作 所以呢 欢迎大家 在这个假日的时间 好好的寻找个股 要不然就是把电话拨通 跟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一起来抢时间赚行情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予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